Halloween 除了要Trick or Train 當然不少得要玩鬼屋 怎麼會彈上來的 哎呀!很噁心 華人夫婦愛扮鬼 極恐怖鬼屋今年搞超大 這個鬼屋不是什麼主題樂園的鬼屋 是一對L1的華人夫婦搞的 他們兩個在之前的八年都會在Halloween 將家裡變成鬼屋 請鄰居朋友一起玩 去年還吸引了三千人入場 他們今天就大搞 在當地華人團體贊助之下 鬼屋搬到商場的地下停車場 那個迷宮還大了很多 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被鄰居 條件鄰居 他們每年萬聖節都會有罪名很少的鬼屋 然後就是吸引我附近的居民 兒童 然後每次我們也去參與他們 發現非常有意思 但是鄰居之後就搬走了 令到Halloween面得好冷清 我老婆Richard三秒說 要不在我面前 然後呢 就是繼續他那種 娛樂大家的地下 他說他們今年的鬼屋是中西結合 結合了上海的三十年代 日本的精子 和西方的圍怪等等 我們女記者就試玩了 叫得好差勵的陰宮 來 他說因為傳媒試玩的時候 很多義工要上班來不到 到時正式開幕會更加恐怖刺激 你們走的有些地方 其實你們沒有看到真正的 真的是要呈現 但是之後會有 如果萬聖節在L.A.還未能做什麼 可以來玩這個這麼刺激的鬼屋